就算你再符合岗位要求 入职后还是感到有些应付不来 这时候你该卯足了劲弥补自己的短处 还是该经营自己的长处 人生资本论认为 扬长远远好过必短 你可能听说过木桶理论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 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可只要脑筋稍稍转个弯 把整个木桶向最长的那块板方向倾斜 能装下的水就会变多 这叫长版理论 在一家公司 每个员工相当于一块木板 大boss看中的一定是 你能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 做得更好 让公司这块板变得越来越长 比如如果你是程序员 写的代码天下无双 社交能力再差 boss也会重用你 因此你与其偶心力鞋 背诵职场社交三百句 不如潜心钻研新的编程语言 从投入产生比开也是如此 你的不短所取得的收益与损耗比 要远远小于你扬长所取得的收益与损耗比 相比你把做得好的一件事做得更好 把你做不好的事情做好 要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只有熟了才会生巧 所以在职场生涯发展中 要先当专才 再当综合性人才 先不断打磨你的优势 让自己的某项能力强到没人能取代 之后再慢慢不缺口 让劣势达到及格线就成 到这时升职加薪 不过是小事一桩 话虽如此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擅长干什么 你也是其中一员吗 如果是的话 一定要关注人生资本论 我们会在下一支视频里 手把手教你 发现自己的职场优势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